又來到畢業的季節 將近1800位學生 也即將邁入職場 成為社會新鮮人 原培醫師科技大學 是北台灣第一所醫師學校 在培養技職人才的同時 更注重人才的品格涵養 以及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因此在畢業典禮上 校長林志成也勉勵所有畢業生 踏入社會後 人不忘在學習 才能讓自己在職場中有所發展 中華民國第一任 教育部部長 蔡元培先生的實力主義 也就是大學 是為了培養產業所需要的人才 我們已經成為 生醫健康產業人才的培訓基地 去年光耀樓落成 也是希望 我們可以逐步的建立 生醫健康的創業創新基地 我非常希望各位同學 畢業就就業或是創業 這創新能力我們學校一直在推的就是 武創 創意 創新 創造 創業 創富 蔡元培先生說 蔡元培先生說 創新 創業 能夠有很好的發展 典禮中邀請到台灣教育大學系統總校長 吳清基 國民黨副主席林鎮澤 以及校友目前擔任台灣優品 醫事檢驗所董事長陳次民 為畢業生勉勵 期盼同學們畢業後仍需不斷學習 才能夠成長與有所發展 開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 如果您能夠尋覓 它會不會發展 材料 師請 製作 製作 製作